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名字叫做阿力 它是一只野兔 这个村子啊 住满了野兔 所以叫做野兔村 那阿力是野兔村最受信任的送货员 我们就来听阿力的故事吧 野兔村的清晨 天才刚刚亮 阿力已经开着货车 准备到今天预定的地点收货 早安 兔大姐 早安 阿力 这几篮水蜜桃要麻烦你再到市集 阿力把水蜜桃一篮一篮放上货车 并细心地将篮子固定好 让水蜜桃在运送过程中不会受伤 他亲切地服务及用心的态度 村民们总能放心地把农作物交给他 你还没吃早餐吗 这是刚烤好的面包 兔大姐拿了一袋面包给阿力 谢谢兔大姐 阿力和兔大姐到谢后 接着开往下一个收货地点 从兔大姐家的水蜜桃园往右走 经过一条弯弯的小路之后 就能看到兔爷爷和兔奶奶的葡萄园了 早安 兔奶奶 阿力 早啊 兔奶奶正把刚刚采下的葡萄装进篮子 阿力 你来了 兔爷爷提着篮子从葡萄园里走了出来 走啊 兔爷爷 阿力连忙上前帮忙 等兔奶奶都装篮好 阿力把葡萄一篮一篮地放上货车 一样细心地将篮子固定好 让葡萄在运送过程中不会受伤 这些葡萄交给你运送 我最放心了 兔爷爷微笑着对阿力说 阿力呀 这葡萄汁你带着 口渴食可以喝 兔奶奶说 谢谢 阿力道谢后收下 准备出发到下一个收获的地点 接下来是要去兔大叔的菜园 在高丽菜 阿力看了一下工作笔记本 便开着车往农田的方向 在路上的时候 阿力的肚子突然发出 咕嚕咕嚕的声音 啊 差点忘了要吃早餐 他想起袋子里的面包和果汁 于是把车子停在路边 找个地方坐下来 阿力先吃了几个兔大姐送的面包 好吃好吃 再喝几口兔奶奶给的果汁 诶 这葡萄汁怎么和平常喝的不太一样啊 阿力觉得有些怪怪的 但因为想早点赶到兔大叔的菜园 他没再多想 把整瓶葡萄汁都喝完了 时间不早了 要在市集前 把货送到才行啊 阿力开着货车前往兔大叔的菜园 开始感到有一些不舒服 他觉得头有点晕 眼前的小鹿变成模糊了 车子一下偏左 一下偏右 啊 在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整台车翻落到旁边的菜园里 这一幕让正在工作的兔大叔和兔大婶吓一跳 阿力 阿力 你不要紧吧 兔大叔连忙将阿力从车里拉出来 兔大婶也赶紧过来帮忙 阿力 你有没有受伤啊 兔大叔担心的问 我 阿力话都说不清楚 哇 好浓的酒味哦 兔大婶说 阿力 好像喝醉了 兔大叔把阿力背到树下 过了好一会儿 阿力才清醒过来 还好通往菜园的路小 货车开得慢 阿力并没有受伤 但是车上的水蜜桃兰和葡萄兰全掉进了田里 水蜜桃兰全都受伤了 怎么办才好呢 阿力难过的把他们捡起来 兔大叔一边帮忙一边安慰阿力 工作时喝酒不好哦 下次别再喝了 喝酒 阿力想了想 他从来没喝过酒啊 就在这个时候 葡萄园的兔爷爷和兔奶奶 远远地跑了过来 哎呀 真是对不起啊 兔奶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 我不小心 把做菜用的葡萄酒 拿给阿力了 原来 阿力喝的不是葡萄汁 是葡萄酒 兔奶奶和兔爷爷向阿力说明后 也陪着他去向兔大姐道歉 野兔村的清晨 天才刚刚亮 阿力开着货车 又来到兔爷爷和兔奶奶和兔奶奶的葡萄园了 阿力啊 这葡萄汁你带着 口渴时可以喝哦 兔奶奶说 嗯 请问这是葡萄汁没错吧 阿力抓抓头问 这次是葡萄汁没错 兔奶奶笑着说 好 这个故事就说到这边 小朋友 阿力为什么会出车祸呢 就是因为他不小心喝到了葡萄酒了 所以啊 喝酒开车是很危险的哦 因为啊 你的判断力会变弱 所以开车的话 遇到突发状况 是会来不及反应的 所以如果家人有喝酒的状况 要跟他说不可以开车哦 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 记得追踪阿油叔叔的脸书和Podcast和YouTube频道 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